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郭大開講節目 那麼今天郭大呢 要跟各位分享一款今年非常厲害 非常具有話題的爆炸性的錶款 就是這顆佩納海編號PAM00700 這號碼也很漂亮 那麼這款錶號稱50年不用保養洗油 一般的三五年的愛保養 它50年 那麼這款它是用Rumino 1950 這個錶殼我也超喜歡的 有這個顆型 去搭載了散熱鏈的P3001的機芯去打造的 那麼錶殼你可以看到 黑色的很有質感的 因為它是用碳纖維的 CarbonTech的一個錶殼 CarbonTech在Penar它算是一個 它最早使用的一個材質去做錶殼 好 所以這個錶款可以說是集許多先進技術於一身 所以它今年引起很多話題 也非常轟動 當然也非常搶手 因為它只有50隻 50隻而已 那麼可以說是未上市就先轟動 等一下我們就一一來解剖 這款錶為什麼這麼厲害 為什麼人家轟動這麼厲害 大家都賺錢要賭 都搶著藥 好那這款錶我們有三個要點跟各位分享 第一個當然就保用50年 現在關鍵是在機芯 第二個講機芯 第二個翻過來 面盤也很厲害 第三個 Carbon的碳纖維表分 也很厲害 那我們先從機芯開始來 這個機芯為什麼可以保用到50年的關鍵在於說 Penar的創意工法呢 它利用兩年時間去研發出 它利用碳金屬跟陶瓷呢 去做了主要的甲板跟底板 因為這種材質很堅硬 所以它可以抗 這個磨損 抗腐蝕 那麼 所以它可以不用依賴潤滑油 去保持它的零件就可以正常運轉 第二個呢 它在主要的齒輪上面 去做DLC 就是雷磚碳的這個鍍層 它這個鍍層一樣相當堅硬啦 所以它在 這個運轉模擬的過程裡面呢 它也不需要借助到潤滑油 最後一個它的群重也是利用 現在很流行先進的細材質去做它的群重機構 那這個細材質 當然一樣是抗磨損 它另外還有防磁的功能 所以 也是因為如此呢 它可以做到50年的沈默跟保證 最後各位你如果可以看到 近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到這個P3001的機芯呢 它除了 你用潤滑油這個優勢以外 它還有非常漂亮的半樓空結構 所以郭大棠講 機芯準確好用 其實美感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樣子的美感 卻彰顯出 錶廠開發製作的能力 所以這個機芯完全是 佩奈海工廠裡面 自行研發設計打造出來的 那麼 所以它也是非常好看 在最後一點 它的儲能只是各位你發現到 它也是在錶背 它散熱鏈了 有三天的儲能 在上方這裡 棒 很棒 很好看 很實用 很具有技術上突破的一款機芯 好 那麼第二個特色我們要看的是 錶盤的部分 郭大棠講 一個手錶再怎麼厲害 面貌錶盤不夠好看 也是枉然 各位看到這一款錶真的 你看它面容很好看 很有特色的物 因為重點在於 它的螢光的部分 傳統佩奈海的這個 螢光都是採用綠色啦 或舊化的 黃色的那種顏色 這一款 700型的 這個新款的Lab ID 用的是很特別的藍色 那麼藍色剛好 它就是一個顯示比較高科技 高質感的顏色 所以我覺得它跟這個表很搭配啦 那一樣沿用了佩奈海 最標誌性的上面之面盤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刻度很清晰有沒有 它上層的表盤 是用 樓刻的方式 去刻出它的石標 跟阿拉伯數字 它包括小秒盤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各位 因為它整個是一個 包含錶殼啦 我們說 激訊啦 錶在各方面 全部都是純黑色系嘛 那麼 佩奈海就特別做了這一款 黑色的表盤 但是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螢光線條 其實都很細緻 那麼為了讓這個 這麼細緻的螢光線條 可以發揮最大的亮度 跟清晰度呢 其實 這塊表盤是用了 奈米碳管的一個鍍膜 去製作的 那麼奈米碳管是一個很高科技的一個 這個 碳原子的一個排列形式 那麼這個 這個鍍膜呢 可以 可以接近99%呢 去吸收所有的外來光線 那麼 把光線吸掉以後呢 就可以完全襯托出 這些藍色螢光的這個亮度 可是 就等待 其實我不講 你都不知道 這個 黑色的 奈米碳管鍍膜呢 因為 它很精密 它沒有辦法在上面做印刷任何logo 或字樣 所以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它上面的配奶logo跟這個 Lab ID的這個字樣呢 其實 其實是用雷射雕刻在鏡面上 所以你會發現到 好像有漂浮感 又多一層的這個味道 也更迷人 神秘感 科技感 漂浮感 水 最後我們說 這款表只有50支限量對不對 其實告訴各位啦 它即便不限量 它獨特性也很高啦 因為呢 最後我們看了這個表格 這表格所謂carbon tag的這個 碳纖維的材質所製造 碳纖維其實它是有一層一層的這個 這個物質 碳纖維的這個原料物質 就一層一層交疊出來 然後用高壓 去製作 所以各位 你近看的話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 類似像素紋的紋路有沒有 這個紋路其實每一支都會不一樣 因為根據它 因為它沉疊去壓啦 還有切割的方式不一樣 它會產生 每一個標款特有的紋路 所以 它獨特性很高 當然 我們說carbon材質 很輕量化 戴起來沒有負擔 抗過敏 抗磨損 它又很堅硬 所以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高科技的材質 用來做表格啦 那麼直徑49毫米 路面龍1950的表格 100米的防水 很漂亮的 50年不用洗油的機器 定價166萬 其實這個時候已經不是價格的問題 而是你夠不夠力去搶到這支表 像小郭就不夠力 撥到我還不行 我一定買不到了 即便我有錢買不到 好 以上 根據介紹到此 有任何問題 寫信給我 告訴我 知道嗎 謝謝各位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